大家早安 早安 昨天我們來去吃早餐吧 走啦 切套的時候只要把鑰匙放在這邊就可以唷 早餐的關鍵單就是有熱口搭配三種不同的麵包可以選擇 另外應該有咖啡果汁 哇這個大同堡一咬下去旁邊的可頌烤得很酥脆 我覺得它的熱口不會太有豬肉的腥味 而且還蠻脆的 然後搭配上它這種很多配料 蠻豐富的喔 蠻豐富的海外 這就是熊湯的海外 你自己去看 蠻豐富的海外 現在開車的約20分鐘 我們就到了 蠻豐富的海外 我們現在要繼續參觀對潮樓 那對潮樓的地方總共有三百年的歷史 那這個名字的起源並不是日本人去的 是當初朝鮮的世界所去的喔 那對潮樓是以景色出名 所以也被稱為日東第一精神 那我們後面這些道路啊 是三百多年前江湖時代就有的道路喔 他那個導覽阿姨說啊 這邊的小學生六年級的時候就要會導人 那國中生呢? 國中三年級的話就要會全英文的導覽喔 真的是全民拼觀光啦 政府啊會提供資金給這邊的居民 修上他們的房子 然後維持這種比較古代時候的樣貌 那我身後的這個這麼小的巷子啊 是為了要設計成讓無視經過的時候啊 不能拔刀或拿毛 這樣子的話如果有女人來襲的時候 也比較好撤退或逃跑喔 宮崎駿在監督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啊 在這邊住了兩個多月 所以呢 海上的Pony有不少場景都是參考這個地方的喔 那我背後的這棟建築啊 它是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的保命酒的酒場 這邊就是剛剛那個保命酒場的正面 然後呢這邊一樓啊有17個房間 二樓有7個房間 現在我們來試喝一下剛剛一直提到的保命酒 剛剛有提到啊這個酒是用糯米然後加上十幾種中藥才下去釀造 所以它的味道還蠻特別的 喔它的中藥味還蠻濃厚的 有一種加了那種枸杞的感覺 我們現在到了仙綴島囉 送船離開吧 仙綴島這個特殊的地形啊 是因為6000年前偶山爆發所形成的 仙綴島在4到5個月的時候 釣魚會來采染 所以在江湖時代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在補貼而已 那現在呢也可以坐船出海去補貼喔 那我們稍微逛逛這個島之後呢 現在要搭船回去吃種餐囉 我們中餐來吃田園屋 我們中餐來吃田園屋 今天用餐的餐廳啊非常的富裕 有一種在阿嬤家吃飯的感覺 後面這張畫是獲得移動城堡 上一個當天的工作人員來這邊住二樓的時候 所證明這個店的一幅畫 我們中午吃的就是老闆自家製的日式牛肉灰飯 它這個奶油本身有點甜味 然後再加上這個洋蔥的嗆辣味 然後再加上這個燉肉的醬汁非常搭配 然後再加上這個燉肉的醬汁非常搭配 那我們就要在機場做分別囉 接下來文要回哪裡呢 我要回台灣剪片了 然後我要回東京 那就跟大家這樣說 Say goodbye啦 下次我們下次再聚